高一学过 利用数学归纳法 可以证明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 相关的叙述都是正确的 例如可以证明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 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n平方 等于6分之n乘以括号n加1乘以括号2n加1 横乘力 这个影片我们要先回顾高一学过的数学归纳法 然后再将数学归纳法应用在无穷数列的比较 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数学归纳法原理 对于某一个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叙述 只要满足下面两件事 1.当n等于1时数学叙述为真 2.设n等于k时数学叙述为真 可推得n等于k加1时数学叙述一为真 此数学叙述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都为真 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 集数和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n平方等于6分之n乘以括号n加1乘以括号2n加1 横乘力 首先我们先看看当n等于1时这个式子是否正确 当n等于1时左边的式子就只有一个数字的平方 也就是1平方算出来等于1 右边的式子我们将n代入得到6分之1乘以括号1加1乘以括号2加1 算出来也是等于1 因为左边的式子与右边的式子算出来相等 所以原式成立 接着我们要设n等于k时式子成立 并借此推导出n等于k加1时式子一成立 因此设n等于k时原式成立 也就是说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k平方会等于6分之k乘以括号k加1乘以括号2k加1 再来我们要看看n等于k加1时式子会不会也成立 所以当n等于k加1时 左边的式子会变成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k平方加括号k加1的平方 这时候我们要利用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k平方 等于6分之k乘以括号k加1乘以括号2k加1来进行推导 因为1平方加2平方一直加到k平方 等于6分之k乘以括号k加1乘以括号2k加1 所以式子可以化成6分之k乘以括号k加1乘以括号2k加1 加上括号k加1的平方 通分得到6分之括号k加1乘以括号k乘以括号2k加1 加6乘以括号k加1 整理可得6分之括号k加1乘以括号2k平方加7k加6 将2k平方加7k加6因式分解后 式子变成6分之括号k加1乘以括号k加2乘以括号2k加3 等于6分之括号k加1乘以括号k加1加1乘以两倍的括号k加1加1 而这个式子跟右边的式子用n等于k加1带入得到的结果一致 也就是说当n等于k加1时 远式也成立 故由数学归纳法之 同学可以自行练习一下 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 集数和1的三次方加2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n的三次方 等于括号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的平方 横成立 无穷数列除了求极限外 比较数列的大小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特别是有些无穷数列 无法直接计算求得极限值的时候 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利用比较数列的大小 再去看各自数列的极限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计算下表中数列2的n次方 以及数列n的平方各项的值 在刚刚的例子中 我们将两个数列进行比较 同一项里数字比较大的上色 这时候发现 从第四项以后 2的n次方都大于或等于n的平方 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于是我们不禁猜测 对于所有正整数n大于等于4 不等式2的n次方大于等于n的平方 横成立 但是如果要证明此猜测正确 仍然要使用前面复习提到的 数学归纳法进行证明 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当正整数n大于等于40 不等式2的n次方大于等于n的平方 横成立 因为这题的验证范围是n大于等于4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看 当n等于40 这个不等式是否正确 当n等于40 左边的式子就是2的4次方 算出来等于16 右边的式子就是4的平方等于16 因为左边的式子与右边的式子 算出来相等 所以原式大于等于是成立的 接着我们要设n等于k时 式子成立 并借此推导出n等于k加1时 式子E成立 因此设n等于k时原式成立 也就是说2的k次方 会大于等于k的平方 再来我们要看看 n等于k加1时 式子会不会也成立 所以当n等于k加1时 左边的式子会变成2的k加1次方 这时我们要利用2的k次方 大于等于k的平方来进行推导 所以先把2的k加1次方 拆成2乘以2的k次方 因为2的k次方大于等于k的平方 所以式子会大于等于2k平方 而这时右边的式子会是括号k加1的平方 展开得到k平方加2k加1 这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比较左边的式子和右边的式子 谁比较大 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们相减 我们将左边的式子减掉右边的式子 得到2k平方减掉括号k平方加2k加1 等于k平方减2k减1 配方后可以得到括号k减1的平方减2 因为k大于等于4 所以括号k减1的平方减2 会大于等于括号4减1的平方减2 等于7 因此左边的式子大于或等于右边的式子 也就是说当n等于k加1时 2的k加1次方大于等于括号k加1的平方 故由数学归纳法之 当正整数n大于等于4时 不等式2的n次方大于等于n平方 横成立 利用数学归纳法 证明对所有的正整数n 不等式1加2分之1加3分之1 一直交到n分之1 大于等于2减n分之1 横成立 最后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 有些无穷数列无法直接计算求得极限值的时候 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利用比较数列的大小 再去看各自数列的极限 而这个影片我们利用了数学归纳法来证明 无穷数列比较大小这件事 这个影片我们利用了数学归纳法来证明 两个数列的比较大小 下一个影片我们将会介绍 当比较完大小之后 如何利用数列的比较大小 去求数列的极限 各位同学继续加油吧 期待